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许多最伟大的军事工程都出现在秦始皇的时代 而且集中在秦统一中国前后短短的十几年当中 或许只有追随秦始皇内支无敌军队的足迹才能找到答案 公元前二百一十九年 在遥远的南方金天广西的桂陵一带 一支秦国军队正在这里驻扎 在指挥部的营帐里 秦军统帅图随给远在咸阳的秦始皇写信 皇帝陛下战事进展顺利 岭南之地不日即可归附 天下即将一统 两年前中原六国相继灭发 黄河和长江一带已经并入秦国的版图 但是南方珠江流域的大片土地仍然飘摇在外 秦始皇一声令下 五十万秦军启程南下 大军没有遇到抵抗 就迅速推进到桂林 然而战争的进展开始超出土髓的意料 顽强的土著人神出鬼没 他们白天躲藏 晚上出来偷袭秦军 加上丛林中瘴气弥漫 独虫遍地 远征的秦军将士疲惫不堪 经常在昏睡中被突然出现了对手杀死 战争九拖不雪 最为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军中粮食即将枯竭 饥饿不仅在蚕食秦军的战斗意志 也在摧毁帝国征服南方的野心 从北方的粮仓到南方前线 秦军的后勤保障主要依靠陆路运输 然而丛林茂密 山高水远 未开发的南方令秦军的后勤保障 变成一场噩梦 在越人的一次偷袭中 最高统帅图遂也被杀死 整个秦军陷入恐慌当中 实际记载秦始皇焦虑万分 他亲自赶往南方 一直到了湘江一带 秦始皇明白 要结束南方的战争 就必须解决军粮运输问题 在今天广西的兴安县 有一条看起来十分普通的河流 两千年以来 生活在这里的人 在河上行船 用河水灌溉 但是有多少人知道 这条叫做陵渠的人工运河 使北方船队 由长江进入岭南的唯一通道 在那场旷日持久的丛林战之前 长江和珠江之间 没有河流相通 五十万秦军的粮草 只能依靠陆路运输 军粮根本就无法保障 当秦始皇心急如焚时 一个叫始祿的人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 在湘江和梨江之间 修一条运河 打通南北两大水系 船队从巴蜀一带的粮仓出发 进入长江的支流湘江 再通过这条运河 到达珠江的支流梨江 后勤物资 就完全可以用水路送到战争前线 这是一个惊人的创意 当时长江和黄河已经沟通 这意味着从帝国的都城 咸阳上船就可以直达广州 但是秦人面临着巨大的工程难题 湘江和黎江之间直线距离 仅4.8公里 但两江高低相差几百米 运河开通 取水将狂奔而下 根本无法行船 那么邻居怎么样解决这问题呢 那么它就盘旋反复 用延长渠道的这样一个长度 在同样一个高差的情况下 使它的颇降减缓 流速降低 适合于航行的需要 今天 已经没有人知道 灵渠最初的设想如何产生 也没有人清楚秦人 如何用两年左右的时间 就完成了这一工程 然而 它确实是一个奇迹 两千多年前 这条33公里长的运河 开通了人类历史上 最大的内核运输网 灵渠建成后 粮食运输畅通无阻 第二年 秦军就平定了土著人的反抗 帝国的疆域 一直拓展到了南海之边 平定了南方之后 匈奴人就成了秦军最后一个对手 北方草原上的这个游牧民族 对中原文明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当秦军在南方奋战的时候 匈奴人越过了阴山脚下的黄河 直接威胁秦帝国的都城 咸阳 公元前215年 大将蒙田挥石北上 秉承秦始皇的旨意 去解决匈奴问题 但是三十万强悍的秦军 并没有立即与匈奴骑兵决战 而是停在了年久失修的长城边上 春秋战国时期 为了抵御匈奴人的侵犯 北方的秦 赵 燕 三国 都陆续在边界上修筑过长城 在今天甘肃省的临桃县 这段古长城就是在秦始皇之前 一百多年的秦昭王所修 从秦长城向北 就是已经灭亡的赵国 曾经经营了几百年的长城 这条长城时段持续 早已破败不堪 到达北部边疆以后 三十万秦军的任务就是维修 改造破旧的长城 秦军和匈奴人周旋了几百年 蒙田家族几代人都是秦国的战将 他应该非常了解与匈奴作战的艰难 匈奴是游牧部落 他们居无定所 往来如风 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聚集成一支凶狠的军队 转瞬间又变成散落天边的牧民 匈奴人是游击战的高手 如果秦军仓促出击 匈奴骑兵会避开锋芒 绕到别处大肆抢掠 甚至凶猛攻击秦军的后方 而秦军劳实远征 寻求决战而不得 旷日持久将无法忍受 在这种情况下 蒙田选择了长城战略 秦军修建的长城并不只是一堵墙而已 长城不仅用于防御 蒙田改造过的长城是一个可以进攻的体系 长城的首要作用是御井 这些最高处的烽火台就是廖汪绍 为了提前御井 有些烽火台甚至远远突出于长城之外 在长城沿县 秦军修建了许多由坚固城墙围起的小城 这里是戍边军民的居所 也是长城攻势上的战斗支撑点 在离开长城有一定距离的后方 秦军又修筑了囤军要塞 这些要塞既能够容纳众多的军队 又可以囤积大量后勤物资 在出击匈奴时 就成了大部队的前进基地 也是长城防线的战略纵深 有了这套体系 部队就避免了无依无靠的野战 一年多以后 蒙田大军基本上完成了长城的维修和改造 与匈奴骑兵开战的时机到了 以长城为依托 装备先进的秦军 只用了一年就打败了匈奴铁骑 匈奴人退到了大漠深处 深切体会到长城战略价值的秦始皇 从此开始大规模地修建长城 秦帝国从内地蒸发了一百万人 沿着几千公里长的北部边疆 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国防工程 施工多在蛮荒偏远之地 史记记载 民夫的尸骨填平了沟壑 西起临陶 东至辽东 一条万余里的长城横贯帝国的北方 秦人缔造了人类有史以来 最为巨大的军事工程 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 尽管有长城的依托 秦人仍然在后勤保障方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专家推测 平定南方的战事耗尽了巴蜀的粮仓 而关中平原保障都城的粮食 是不能调用的 因此供应北方军队的粮草 主要来自于山东半岛 从那里到北方草原 直线距离一千多公里 运粮的队伍要两次穿越太行山 至少三次渡过黄河 史书上记载 从出发地到目的地 平均每消耗一百九十二弹粮食 才能剩下一弹供应军队 为了向前线输送粮草 成千上万的民夫死在了路上 然而草原深处的匈奴人并没有消失 他们随时可能会再次南下 攻打匈奴的战争 后勤运输之艰难 很可能令秦始皇印象深刻 作为帝国的决策者 他必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秦帝国灭亡后一百年 史学家司马迁游历到了中国的北疆 这个伟大的学者被一条铺设在崇山峻岭之上的大路 深深的震撼了 他在史记中这样描述 直道通渠 欠山阴谷 司马迁看到的是一条开山填谷的笔直大道 这就是秦始皇的彻底解决方案 秦直道 两千多年前的军用高速公路 在今天陕西省北部的大山中 直道的遗迹依旧清晰可见 从帝国的都城咸阳开始 直道绵延向北 通道大漠深处的九园 全长七百多公里 它令人惊讶的程度绝不亚于长城 在内蒙古包头市的西边 这座古城遗址 就是直道最北端的终点 秦九园城 当年的九园 是帝国北疆的军事重镇 军需物资从这里再分发到帝国北部 修建和守卫长城的军民手中 七百多公里长的直道 为秦帝国迅速投放部队 即使输送粮草 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障 北部边疆一旦有事 专家估计 骑兵部队三天三夜 就可以从咸阳赶到九园 中央政府在一周之内 就能够基本完成 从军队调动到后勤供应等 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直道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军用高速公路 两千多年前 这是只有秦人才能修造的军事工程 两千多年过去了 直道已经废弃了很久 偶尔有一些儿童 在当年的路面上跑过 事实上直道这是秦帝国 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中的一环 陕西省南部 高大的秦岭 横跟在秦帝国新藏地区 和四川盆地之间 在今天陕西通往四川的国道两侧 岩石上这些规则的小洞 十分醒目 两千多年前 这些洞里插着原木或石条 上边凌空铺着木板 这就是著名的秦栈道 修造在绝壁之上的栈道 曾经穿越几百公里的秦岭山脉 秦人有修路的传统 但秦始皇是极大成者 在秦帝国统一前后 以都城咸阳为中心 秦人建立了那个时代 世界上最发达的交通网络 这个新兴的大帝国控制的领土面积 是他的前人做梦都想不到的 这些四通八达的道路 为南征北战的秦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毫无疑问 秦人是修路的天才 道路和车辆是互相依存的 当年奔驰在这些道路上的 除了赶赴前线的部队 就是运送后勤吉仰的车辆 秦人的车辆制造技术又如何呢 可惜秦始皇兵马俑坑中的木质战车 已经腐烂 无法告诉我们更多的技术细节 1980年 在兵马俑面试四年之后 考古工作者又有了惊人的发现 在秦始皇陵的边上 发现了一个七八米深的大坑 其中有八匹破裂的铜马 和大量车辆附件 这是两辆曾经十分完整的青铜车 经过考古人员的辛勤努力 残破的铜车马终于恢复了原貌 这两辆青铜车是根据秦始皇生前的御用车辆仿制的 除了大小是真车的一半之外 它们在结构和形质上跟真车一模一样 青铜车的车轮做得十分考究 30根密集的浮条分散了车身重量对轮圈的压力 使得轮子既轻快又结实 从侧面看 浮条靠近车骨的地方明显加宽 为的是加强轮子横向受力的强度 很像今天的自行车轮 车骨的加工复杂性令人印象深刻 它只有两端和车轴接触 而中间却是一个骨腹的空墙 秦车的计较方式令人惊讶 在西方一直到公元八十级 皮带都勒在马的后部 高速奔跑的马经常窒息而死 擒车的计较方式就完全不一样 它是靠雄击力量 两个菜马两个带子裹着雄击这个地方 两个驸马里边两个带子靠那个围了 靠着尖压的力量 它是靠着尖压或雄击的力量来进行拉车 实验显示 用西方的计较方式 两匹马只能拉0.5吨的重量 用中国的计较方式 两匹马可以拉1.5吨 从这两辆青铜车来看 秦国的车辆设计和制造技术已经相当发达 车辆制造技术的完善 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秦人为什么在这个领域会遥遥领先呢 秦人的祖先居住在西北的黄土高原 1993年 在甘肃省的里县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墓葬 墓主人是秦国早期的一个贵族 墓墓里出土了大量的陪葬品 但青铜的车马器令人印象深刻 复杂的计价绳索套管 精致的码头式 车轮索和制动装置 然而在所有的陪葬品中 这个车辆模型最令人惊讶 这是已知中国有四轮车的最早证据 将近三千年了 他仍旧能够行驶自如 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双圆车模型 也是在秦人墓葬中出土的 最早的双圆车模型的这个墓葬 是一个一般人的墓葬 那么里边牛的模型是两头牛 一头公牛一头母牛 这就是一般农户的资产水平 可以说这种车辆的普及 对于交通发展意义相当大 与人类文明早期的单元车相比 双圆车只需一个牲口驾驭员 既驾大为简化 也更容易驾驭 双圆车是车辆制造史上的一次革命 由于这个双圆车模型的主人 是一个普通秦人 专家推断 双圆车很可能已经在秦国普及 秦人是一个对车辆极度迷恋的民族 不管是贵族或者平民 活着的时候以驾车为乐 死了也要带上车辆陪葬 这或许可以解释 秦军的后勤运输为什么表现出众 世界历史上只有极少数的时代 极少数的人有机会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创造历史 秦人一系列重大的军事工程 覆盖全国的道路网络 制作精良的车辆 这些辉煌的成就 共同塑造了一支强大的秦军 而秦军创造了历史 秦军曾经是古代世界一支最为强悍的军队 成千上万的秦国普通人 在更战国策下 他们的生活只有两个内容 或在前线浴血奋战 或在后方努力生产 可以说每个秦人都是秦军的一部分 秦国在以举国之力进行战争 敬请收看纪录片 复活的军团之举国之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